其实我很难理解你 我真的很难理解你 你为什么会变成这样 因为家庭太珍贵了 因为爱情太美好了 你看你们三口之家 有个女儿 那多么美好的生活 就是因为我太在意这个东西了 所以我要看得很严 所以你就相信了 现在社会上的一句话 这句话叫什么 叫爱是不允许有变化的 你曾经爱过我 你对我的那个爱 是不允许有任何变化的 但问题是 唯一不变的是变化本身 爱情它一定有变化 以前你们年轻的时候 是那样去爱的 开始要工作了 那一部分的精力 要放到工作上面 还有一部分的精力 要去赡养老人 因为父母也老了 有了小孩 有一部分爱要去给小孩 爱是一定有变化的 我们要顺应这个变化来走 这才是一个正确的爱情观 不是因为它的爱情 发生一些变化 它就不爱你了 而是我们进入了一个新的爱的阶段 你能理解吧 然后还有一点 就经常我们说一句话 你是我的唯一 我也是你的唯一 我想提醒大家注意一件事 唯一这个词是不是很可怕 在什么样的关系里面 我们两个人的关系变成了 唯一就不允许有别的情感的侵入 就好像你们刚才说的那样 那个女儿也不行 表妹也不行 便利店的那个小姐姐笑一下也不行 礼貌性的笑一下也不行 你心里面在想嘛 我是你的唯一啊 所以都不行啊 但是请问一个人在社会上 他如何去杜绝所有的情感连接 只保留和你的情感连接 这是不可能的 唯一这件事情是很可怕的 不要用唯一 就是我是你的唯一 你是我的唯一 这样的唯一的东西 来把整个人给吞没 认真的去看待和接受 在人生里面所有事情都在变化 认真的去接受 每一个不同阶段的爱情 带给你的回馈 因为每一个阶段的爱 都会有每一个阶段 不同的感受和好的回忆 就这样 谢谢 好 谢谢陆琪老师 来 苏老师 我其实一直有一个观点 就是你愿不愿意 跟一个人做夫妻 首先你要看 你愿不愿意跟她做朋友 就刚才这位女士的所有的行为 首先我之前不认识你 但是我刚才听完了 这些行为之后 我是不敢跟您做朋友的 为什么这样来讲 我觉得我有点怕你 就她跟谁交往都不行 然后她的任何一分钱 都得到你这儿来管着 不然的话 她就是对婚姻不忠 她就是有坏心 她就是有想法 你有没有想过 为什么六年的婚姻下来 其实六年的时间并不长 但是她回到家 只愿意跟女儿亲近 而不愿意跟你亲近了 原因就是你不可爱呗 一个女人想让人爱 你得变得可爱一点 但是你现在除了防她 除了管她 除了把她的钱收到自己这儿来 你给过她一些温情的东西没有 反正我觉得这样的婚姻 在我的这个价值观和认同观里 我觉得特别的不被我接受 所以这是我心里觉得 挺不舒服的一些东西 其实说一句啊 就是以后别防她 防得这么严 你知道这个最好的骗子 往往都是被债主训练出来的 她还不会撒谎 这是这个男人 现在比较优良的一个品质 你别再训练她六年之后 她跟你撒谎撒得可溜了 你在哪呢 哎呀我跟小张在一起呢 我跟小王在一起呢 照片都是事先拍好的 你的钱在哪呢 我的钱在 这个月这个客户少 然后这个月的收入低 但也许她已经有小金库了 婚姻当中宝鲜啊 就是信任 你先信任她 你先把她想成一个好人 我觉得这个人可能 渐渐地她就会成为 你心目当中的那个样子 好吧 好 谢谢苏老师 来 提走 其实我一开始 听你们的事情 我会想成为了 我会想成为了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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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陀老师 我们说 善良的女人管住男人的胃 功利的女人管住男人的钱 愚蠢的女人管住男人的身体 聪明的女人管住自己的自尊 当才主持人问你说 如果一切证据指向这个男人确实背叛了你 你该怎么办 你好无准备 你如果是一盆干净的水 脏衣服也会被你洗干净 你要是一盆污水 干净的衬衫也会被你洗脏 你不明白这事吗 这就是苏勤老师刚刚说的 你把它想象成一个好人 也许他就越来越好 你把它想象成是一只乌鸦 他就越来越黑 你难道真的要作减自负 要真的把一个男人逼到一个 那样的位置上 那样的一个角色上去吗 你要吗 不要用你那些伎俩和手段 去做任何一切防御性的问题 而把对方放在一个对立的位置 你只留做好自己的本分 付出自己的善良 否则的话你跟这个男人 男人一定是越来越远 这道理你自己应该清楚 别的就不用多说了 还是那句话 如果你非要那么去做 总有一天你会梦想成真的 就是他会成为 你想要的那个样子 好吗 就这样 好 谢谢图老师 你们现在的婚姻 真的到了一个大拐点了 他今天来 我帮你翻译他的话 别说我没出轨 现在我出轨了 都是给我老婆逼的 对吧 这是第一句话嘛 是不是 然后我跟家里人也有交代啊 我为什么会这样 就是一个男人到底多么漠视 才让一个女人如此之伤心 吃那么多人的醋 这个问题你好好想想 你们俩做的所有的事情 都是把你们这个婚姻 往绝路上逼 其实你也没有做呀 你做的方式就是 老关我 烦 越来越疏远嘛 我相信如果他这么不闹的话 你肯定天天夜里都要应酬 有些真有些假 有些是真应酬 有些可能还是你组织的应酬 对吧 不想回去嘛 描述这个状态就是不想回嘛 所以这个婚姻的危机程度 已经远远大于说 坐时他在外面有一个所谓的 第三类情感 挺可怕的 他比那个可怕 你要想清楚 男方也得想清楚 我觉得今天来来对了 就不管出于什么 但是你们不能再为 破坏这段婚姻 而做这样的准备了 女儿知道你们来吗 知道 不知道 你离了婚女儿咋整啊 没想过这个 想 跟着我吧 我要女儿吧 也傻吧 有问题的婚姻不可怕 可怕的是不愿意面对 自己在自己的身上找问题吧 我觉得老师们已经给你们分析的很透彻了 接下来让我们一起进入 真情又是什么样的 老婆 我觉得 我们之间还是有感情的 毕竟我们也一起谈了年多恋爱 然后还有一段时间的异地 这样我们最终还走到一块 也可能确实 其实我平时我平时对你的一些关心有些不够 尤其是结婚 有孩子以后 那我以后我努力去改掉一些不好的事情 对你多关心一些 我希望我们这个家庭能圆满 我希望我们是幸福的 老师的话我也听进去了 但是以后该管还是要管的 但是我会给你一定的空间 多对家人好一些 我还是爱你 爱你要管什么呀 就是他出去之前还是要先报备的 什么叫报备 还是要先跟我说一下 对啊 尽量让他少发照片 我少打点电话 其实最高明的就是 他每次出去他主动跟你说嘛 你要相信他嘛 他是一个成年人嘛 而且我告诉你 而且我告诉你啊 这是我自己对生活的理解和体会啊 善良一定是个好报 与人为善 身边的人要为善 其实可以改一改和克制一下 自己的一些方式 我说的是方式 他要真的心不在了 你管得回来吧 请回吧 谢谢两位 来 看这对夫妻的选择 请开门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订阅 转发 打赏 哎 问一句啊 西子 你们俩谁在这个家里面说事儿 是老大呀 我 这看起来是你 其实压根不是嘛 别那么拧 先认他吧 来 有请我们的小话童 有请 来 见证属于他们的浪漫 小姐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